三福补肾阳 阳足硬度强 五个补肾助阳的忠诚药 肾虚的人别错过 肾阳是一身阳气的根本 阳虚的人多多少少肾阳都不行 那现在三福天体内阳气生发最为旺盛 很多人都想趁着此时补补阳气 肾阳虚的自然也不能错过了 如果你肾阳虚的不严重 只是怕冷手脚凉容易腰酸 那平时多运动或者晒晒背 注意节制就行 但如果你肾阳虚已经出现了各种症状 那下面这五个补肾助阳的忠诚药 你一定要收藏好了 一背不时之需 首先金贵肾气丸 再补肾阳的同时化气行水 就是说你肾阳虚后经常开始腰酸 腰疼 两腿发软 然后小便也出现尿皮尿急 但是排尿滴滴啦啦很费劲等情况 或者是早上起床 眼皮容易腐肿 两条腿有时候也轻微水肿 就可以参考这个忠诚药 其次贵福地方玩 这个药跟金贵肾气丸的适应症差不多 也可以调理肾阳虚后 腰酸 腿软 怕冷 手脚发凉 以及尿皮小变量多 排尿次数变多等情况 但同时也可以调理肾阳虚后出现的胸闷 呼吸困难 好像吸气吸不到肺里 以及咳喘 咳白吸痰等情况 然后又归玩 这个药是补真阳的 同时填经止疑 就是说你不光有怕冷 手脚发凉 腰气酸冷 尿皮尿疾等情况 平时也经常没精神 精神韦泥不振 脑子不够用 总是反应迟钝 记不住事 甚至开始脱发 然后欲望下降 移经阳尾等情况 可以参考幼龟玩 其次贵肾两柱玩 这个药补肾阳的同时还能健脾益气 毕竟贵肾一个先天一个后天 先后天是相互资助的 所以很多人肾阳虚的同时也伴随有脾虚 容易出现怕冷 手脚凉 身上没劲 不想动 腰酸 腰疼 一头晕 耳鸣 食欲不振 经常不想吃饭 稍微吃点就胀肚子不消化等情况 所以这时就需要脾肾双补 可以参考个脾肾两柱玩 最后四神丸 这个药就是补肾阳 只泻泻的 毕竟肾阳可以温暖肠胃 帮助肠胃消化食物 那肾阳虚的人肠胃得不到该有的温虚 就不光会腰气酸软精神不振 还容易出现肚子疼 肚子胀 经常在早上拉肚子的情况 这种就可以参考四神丸条理 总之当肾阳虚严重 已经出现了各种病理症状时 就需要尽快调理了 用药时也不一定非得是我说的这些忠诚药 因为只要对症就行 如果不清楚自身情况的 那建议及时限下就医 我们下期再见